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课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读书志在圣贤 中华文化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世界各地 香港 台湾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世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 全球同学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常治久安 常治久安 教学为宪 诸佛暴徒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隆天欢喜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新年好 大家请坐 新的一年到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我们在这里 真诚的祝愿 全世界的同修 大家 何家幸福 道业精进 早日 早日 复兴 人类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 世界各民族 尤其是 我们中华民族 早日复兴 中华民族 为什么这么重要 早在七十年代 英国的大历史学家 唐恩比老先生 就讲过 拯救二十一世纪 人类世界 只有 孔孟 学术和大乘佛法 这些东西 全在我们中国 所以 人类的希望 世界的希望 都在中华民族的复兴 民族的复兴 这是一句口号 怎么才能实现 我们听师父老人家 常常教导 民族复兴 中华文明复兴 必须要靠人 而他自己不能复兴 靠人的 制度也不行 制度摆在这里 很好 没有人 没有人 一切都是灵 那新年到来 我们给大家 最好的祝福 就是希望 我们从我做起 从自己做起 从自己做起 它更深的意思 就是要有人 谁做呢 你做 不要指望别人 师父常讲 指望别人 会很失望 传统文化的复兴 一定 我们要让人们看到 看不到 他不相信 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 孔孟学说 大乘佛法 好在哪里 你总要拿出证明来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 不缺高楼大厦 不缺飞机汽车这些高科技 缺好人 什么好人呢 能够真的发大远行 为了民族复兴 为了民族复兴 为了人类世界的和平 能够奉献终身的人 我们经常看到 很多义工 在佛前发愿 在各种法会上 发愿 也有的是泪流满面的 非常可惜在哪里呢 三天的热呼吸 所以这是空缘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 有几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几年过来之后 有个最大的感慨 好像啊 学的人很多 也挺热闹 又去办论台 有的时候观众 一万多人 一三年 武汉市委宣传部 邀请 让我去做报告 现场观众 一万四千多人 人很多 四天 他们讲武汉历史上 从来没有开过那么大的会 而且现场秩序 非常好 坐在第一排 湖北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只开幕词之后 一直在那儿记笔记 我讲到十二点四十日好像 他一直在那儿记 很多的官员家 从来没听说过 这第一次听了 太难得了 现场的义工 每次论坛人都很多 论坛一散 人也就散了 人一走 茶就凉了 所以 新年一时 大家要问 传统文化 最需要什么 最需要人 现在这个事业 我们看到 善心的人士非常多 可以说 不缺钱 大家想想 一万四千多人的论坛 光吃午饭 那盒饭 就得多少 四天 四天免费的盒饭 有人住啊 不缺钱 也不缺房子 不缺土地 你看 我这些年 遇到很多 热心人士 他们提出来 需不需要 场地 土地给我 我非常感谢 但是确实 不需要 为什么呢 没人 前不久 有一些热心的 慈善家 居士 找到我 他们想 盖个很大的大楼 要建 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正好 他问到我 我就 请教他们 我说这个大楼好盖 你看那个大楼 比人长得快 一年不见 人没怎么长 楼已经上天了 我说请问你们 楼盖好之后 这个楼是不是空的 对 给谁住啊 给老师啊 讲课的老师们 给学生们 给义工们 我说这些人在哪里 移动大楼 有的时候造价很高啊 确实 国家支持 政府鼓励 做好事把人都交好了 对啊 你楼盖好了之后 人呢 谁给你带学生啊 谁来讲课啊 所以他们就 就问 这不是很好找吗 我说不好找 我们学了这么多年 很难见到 尤其是 长久发行 他在这儿讲 讲半个月走了 讲三个月 他走了 回去赚钱去了 你怎么办 你这楼怎么办 那楼盖起来之后 要养护的 房子总没人住 那个房子容易坏啊 那房屋水电 他得多少钱 所以我们就发现 传统文化 哎 不缺钱 不缺房子 不缺地 也不缺硬件的设备 啊 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人 没人 这是当今 传统文化这个事业 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听师父老人家讲经 师父讲了五年十年 师父 常常讲天天讲 最重要的 就是要培养人才 没人了现在 李老师收我这个学生 目的就是想把教传下来 他走了之后 还有一个讲经的人 能继续讲下去 那么我现在想起来 这个传人太重要了 如果我们下头没传人 我们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祖师大德 对不起释迦牟尼佛 不能到我这中断 大公报来访问我 问我现在 急着想办什么事 我就告诉他 我现在着急的 是找传人 传 净途中 无量受尽的传人 有一个两个 这个法文不中断 我们就对得起老师了 我们这些年的体会 头一个 这个事业非常缺乏护法人才 什么叫护法人才 你比如 这是一个道场 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学校 或者是个孽佛堂 得有人管理 得有人维护他 办公室 要有办公室主任 他就跟一个单位一样 你那个二十岁 十七八岁他不行 他没有社会经验了 到哪里去找 社会经验丰富 阅历丰富 又真的肯发心 为这个事业贡献终身 天天不走 不计报酬 不要报酬 在这里边尽心尽力 给你当办公室主任 有没有 要年富力强啊 你不能来一个老阿姨 三四十岁合适 哪找这样人去 一般都要养家虎口 要赚钱的 更有甚者你看 学传统话学佛的 每天还要去享乐 他放不下 办公室的 还有财务啊 除了负责人 下边还有具体做事的人 他需要个团队 办公室得有党字的 得有文艺 得有迎来送往的那些人 护法的人上那去找 我们这些年 见到很多热心的局势 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 多大年岁呢 二十出头 大学毕业 男生女生都有 来了之后 不出三天送回去了 为什么呢 我们得伺候他 什么都不会 说得很好 弘法立生 那护法 专门伺候人 什么都得会做 你说最简单的 里边一个学校 或者一个道场 他得有厨房吧 他得有库房吧 你那么多人吃喝拉撒睡 是吧 一时住行 都得是后勤馆 这后勤得有个总馆 二十多岁 面条怎么进完 他都不知道 他就值得吃 为什么 在家里你也爱大的吗 在大学天天下饭馆吗 什么都不会 学传统话好到这来 你还得伺候他 俩人照顾他 这是现实啊 没人的 太缺人了 这是我们讲 护法人才 那需要的人太多了 一个道场 一个学校 房屋水电需要维修啊 哪找水供电供去 哎 哎 那要随叫随到啊 你不能常住 也得要 马上就赶过来 哪找去 找常住的 那就更不好找了 哎 他得懂这个水水电呢 内行的呀 不懂那就出危险了 这不是靠热情能完成的 你不是做饭买菜的 那不能都是老阿姨呀 老阿姨生病了怎么办 这些老人过世了怎么办 七十岁还在这给你二十岁的十几岁的做饭 不像话吗 所以做饭也得找年轻人 现在哪个年轻人会做饭呢 尤其那种大造烧烧柴火的 一说几十个人上百人做饭 谁会 所以 所以现在护发 确认 太需要人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合适 哎 你确实 可以发这个信 在我们这个网站 哎 你看就有那个 招聘义工的联系方式 但是这个事情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 绝对要随缘 不能勉强 头一个条件 你的家人 父母 长辈 要同意 你不同意 我们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敢受你 那你偷着跑出来那不行 一定要 合乎 人情势力 还有合法 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里 跟大家讲 最最需要的是人 这是讲护发 哎 然后呢 你说弘扬传统文化 民族复兴 靠什么呢 靠 弘扬的人 这是主力 这些人 都是什么样的人 你看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头一个 有能在 演播室讲课的人 你看现在讲课 做汇报 我算是一个 这些年来 你不能总是我们在这讲 头发都讲白了 虽然才几年呢 你就看出来 这是老化的迹象啊 这是新陈代谢的迹象 所以古人常讲 人事有代谢啊 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我们后继要有人啊 师父常常讲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后 是什么呢 后指的就是 你的继承者 师父老人家 今年 14年了 八八高龄 八十八岁了 啊 我们这一代呢 你看看这些传统化的 上台报告的老师们 大一点的 五十岁左右 二四五十岁 再下边的很少了 很少了 二十多岁太少了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不孝有三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对不起先祖 你没有培养出人类 所以 我们从现在起 就要考虑 传承的人才 多大合适呢 那个不怕小 越小越好教 师父总告诉我们 越好越小越好教 只要他有生活自理能力了 三岁四岁 家里人舍得 学佛的居士 愿意把这个孩子 贡献给弘法立生的事业 让他从小 学圣贤教育 受最好的 人道的教育 如是道的教育 那好啊 那真叫后继有人 所以说 四五岁 这是一代 十岁以上是一代 二十岁以上是一代 三代 三十岁以上是一代 四代 我们是四十岁 四十岁以上 五代 我们能不能五代同堂 从四十岁往下数 一直数到五六岁 五代 什么叫五代同堂呢 都在大学堂里学习 五代同堂 那么等到 五六岁的 就最底下那一代 第五代 他们长到了十岁 下一代又起来了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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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有没有这样的家长 说我的孩子 就为了这个事业 将来他也不要出来赚钱 也不要这个成家 贡献给这个事业 这真的需要全家人同意 你不能勉强 不能偷偷的做 那家里非打成一锅粥不行 可能不可以 要随缘 不过真的有这样有缘分的 那太难得了 太难得了 都可以和这个热线的网络联系 这个孩子 五岁六岁八岁 终身走这条路 不干扁 弘法立生 不为自己求安乐 只为众生得利苦 你苦海 多好啊 古语所谓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这个道 要想光大 要想传承 必须得有人 人能红道 不是道红人 没人 没人 就等于零了 你说那些书放在那里 有什么意义 一代一代往下传 越传越不认得 传到我们这一代真的不认得 这不就断绝了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大家 要从明实受计 你要找到好的导师 我们告诉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追随师父老人家 来学习圣贤教育 我们大家都是同学 互相勉励 通过网络 光盘 我们一同来学习 我们就能对得起 古圣先贤 对得起我们的老祖宗 对得起师父他老人家 这些年苦口破心 无量慈悲 对我们的期盼 就是培养人才 得有人能讲经书法 得有人能讲课呀 没人讲不行啊 这么好的东西摆在这里 正体字不认识 现在很多人管正体字叫繁体字 错误应该叫正体字 你想 我自己藏书过万 上万卷的书 师父讲 你看不完呢 那就是看不完 有的传统文化学校 藏书上万元 几万元 那么请问 就跟那个大楼一样 大楼没人住 那请问这些书谁看的 他连字都不认识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知道啊 现在也不缺书 你看我们这里 四库全书 四库会药都有 没人看得懂 天天摆在这地方 你不能让我总让我一个人讲吗 所以 师父老人家就提出来 要办研究办 要招研究员 有没有这个发大心的人 这一辈子 义武就当老师 把群书之药 把四书五经 甚至将来 能够把四库会药 四库全书 讲一遍 什么叫讲一遍呢 你不用说 群书之药 六十五步经典 有六十五个老师 一个人专修一步 那不就讲一遍吧 六十五个人一块讲 这一生你专攻这一步 那就是一步活的群书之药 人类的鬼报啊 谁肯发心血 所以我经常去很多学校去参观 那个书摆得很多 有的真的是在摆着 群书之药 四库全书 我就问这个问题 第一个 上面写的字是不是都认识 第二 看得懂看不懂 第三 能不能把它夹出来 三个问题 否则这个书没有 我们现在这一代人 再不努力 三十岁 二十岁 十岁 五岁 他们就会越来越差 我们还认得一点 他们是一点都不认识 师父讲 传统文化在中国断了一百多年 我们再不抓紧 民族复兴是一句空话 民族复兴的前提是民族精神的复兴 你得先知道你的民族精神是什么 世所公认 中华传统文化 如是道 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最核心 它是代表啊 如是道能不能懂啊 没有懂的人了 有的人寄希望与专家学者教授 我们看到 传统文化这些年 国学也热了很多年了 普及的怎么样 弘扬的怎么样 我们这些年 倒是看到很多商人 用这个国学赚了很多钱 很多人也通过这个成了名人 他所讲的 他所教的 是不是真正符合教义 好像很少有人过问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书里面说的 很多人说的都是相反的 那你知道大众听哪个 好像都是专家教授 一本书很贵啊 那个光盘也很贵啊 好像是在给企业做培训 其实呢 哎 还是要赚钱 所以 你能寄希望与 牟利的人 来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 为往生寄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在传统文化这个大的圈子里 我们这些年也看到 很多真正发心的人 上台讲课 那个课程呢 确实很高深 大家不容易听得懂 所以 现在 急需 大量的老师出来讲 讲什么呢 符合 尽教的 也不能自己 发明创造 有着自己的想法 不可以 你讲错了 误导大众 所谓误人子弟 师父常常讲 雍医 害人 跺十八层地 他在那跺脚啊 到了十八层地 听到下边有人说话 老兄啊 你不要再跺脚了 老朵满身灰尘 十八层地已经到底了 下边怎么还有人呢 就问 老兄你做什么的 我是老师啊 误人子弟 躲十九层地 所以现在看上去啊 确实有一些人 在发心 上台 在讲课 但是呢 师父常常告诫 不能有自己的意思 要按照鼓注 哎 依照古人的 经教 注解 注书 来讲解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不敢有自己的意思 所谓 数而不做 信而好 那么很多人为了赚钱 啊 为了出名 为了得利 他讲传统文化 讲国学 那里面 那里面确实有很多 不如法的 我听到 有的人讲 哎 中国人有智慧 头一个智慧 会拍马屁 这马屁拍的真好 哎 交给这些企业家 或者员工啊 现在想做买卖的人很多啊 还想经商的人呢 告诉他 你怎么成功啊 先学这个 拍马屁啊 要拍的不动声色 别让人觉察出来 哎 悄无声息当中 你把这马屁拍成 叫这个 哎 讲这什么呢 就说这是儒家十三经理教的 所以我们 在很多的机场里看到 哎 打电视 那光盘就在那播放 那有的孩子就会问呢 问父母啊 这是教什么呢 那父母就讲 教过学 教传统文化呢 那孩子肯定会笑 会问父母 哦 传统文化是叫人拍马屁的 我们大家想想 弟子规里面有 啊 无产妇 无娇品 就不要巴结人 他所讲的这些 啊 完全和 圣人教导的是相反的 为了迎合现在大众的 贪心 五欲六尘 哎 他就这么讲 有收拾率啊 能赚钱呢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缺的 是明白的 好老师 那么这些老师从哪里来呢 古人告诉我们 事成最重要 所以你上台讲课好事 先要问你 你老师从哪来啊 老师哪里人 就没老师自学 哦 那别人不感情 孟子 孟夫子 有没有老师 有 他老师孔老夫子 相差两百多年 私塾弟子 没见过面 以老父子的经教 传下来的经教 为根本一句 私塾弟子 没见过面 但是 书本上 老师讲的 就按照这个来 你看 英光大师 他老人家 就是以著作 传法传实 你说我专一 英光大师 好 太好了 你用老师 净土宗 十足 往下传 足足相传 十二足 十三足 足足相传 传到印足 你是他的传人 而且传人传很多 那就太好了 有老师师诚 像我们说的这些话 说实在话 是研究学问的人 必须要明白的 但是现在研究学问的人 不承认了 所以大学教授 这些专家学者 完全 和传统文化 智学的方法 是断裂的 但是西方教学 他分科目 文史哲 讲这个 传统文化 儒家都不这么讲 所以没了师诚 你能不能指望 你能不能指望 在今天的大学 高等学府里 找到 能够传承命爱的老师 很难 因为他没事成 有身份 有地位 有学历 甚至名望还很高 说的 说的话是错的 你一看书 就知道 这个很多人都看得出来 但不是某个人 大家一看 不对 确实不对 所以 现在太缺 老师了 缺老师的原因 失诚没了 好在 我们还有福报 中华传统文化 命不当绝 我们遇到了 师父老人家 他老人家 常常告诉我们 至诚感通 这些年 我们在师父身边 看到老人家 真诚慈悲 到了基点 我采访师父老人家 哎呀 也得有将近十次了吧 从06年开始 14年 8年了 没有一个问题 你说儒家的 道家的 佛家的 世间这些问题 没有一个问题 师父回答不上来 那回答上来 对不对呀 做成节目 你们大家看 你看看对不对 师父讲 智诚感同 一片慈悲 不为自己 为别人 这个真心 能够 把儿如实到贯土 所以我们 有这么一个难得的缘分 能够聆听到师父老人家的教会 那就是我们的导师啊 这三家 这三家 儒家 道家 佛家 都不例外 是我们的导师 你说我有老师 好 你可以 把师父老人家 当作 当作 重要的 参考 啊 师父老人家的这些开示 当作最重要的参考 这也好啊 我们很难能碰到一个明白人 所谓明白 就是佛经上讲的 宠明师受戒 那个明师 他是觉悟的 没有什么问题 能够来难道他 没有 所以人有了导师 有了自己的修学方向 你的修学 差错就不会太大 我们这些年也遇到一些 也是听老法师讲经 但是你听他说话 他那里面掺杂了很多自己的观点 这不行 阿甘问师父吉雄金 头一段话就讲这个 宠明师受戒 专信不犯 你还有一部分相信自己 那不行 没有自己 人要想学业成就 师父常讲 最重要的就是 恭敬心 你还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你就还有一点不恭敬 所以现在 学校里 找不到好老师 社会上 哎 这些有名气的人讲的 也不容易见到 我们到哪去找这些老师 这是讲红法缺乏人才 再有 我们也说要培养一代一代的 传统文化的接班人 从五岁开始啊 那现在问题又出来了 在哪里呢 谁教这些孩子 他不上台讲课 不是到演播室来讲经说法 他在学校里带孩子 给学生们讲课 这样的师资到哪去找 也没有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 好像是病急乱投医 哎 随便找个几个人能讲就行 那个很危险 为什么呢 他讲的未必如法呀 你怎么办 讲错了 让学生再改 那很难 那太难了 那不好改 尤其是做护法的 你说我是这儿的功德主 我说了算 你把那个讲的不对的老师找来 你把孩子们都误导了 那你要承担因果责任 所以师父常常讲 护法一定是内行 要外行 那就麻烦了 麻烦大了 所以护法不好看的 尤其那总负责任的 师父常讲 红法到了一定年龄 他去做护法 他是内行 他过来人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护法和红法都要内行 都要有实诚 你任老师可不能随便认 他名其大 哎 他那个有神通坏了 佛陀告诉我们 从明示受解 明示什么呢 他没有迷惑 能不能实验 可以 你问这个人一万个问题 回答的都如理如法 分秒不差 当时就告诉你 几十年如一日 和经教上讲的完全一样 而且他是活的 什么问题 哎 一讲就通了 他还有问题回答不上来 那不是明示 他还有一点点 不过退而求其次啊 也可以 说这个有十几个问题 回答不上来 剩下来九千多个问题都能回答 也好 到哪里去找究竟圆满的 刚才我们想 老法师我们遇上来 所以人生第一桩大事 要有一个明示引领自己 你看机场里那么多 光盘在播放 等飞机的人坐在那看 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大家都需要老师啊 赚钱也需要老师啊 他交给你赚钱 你看着他 像不像 不大像有钱的 那就不行 你交给别人赚钱 你得有钱的 那你这么懂赚钱 你怎么还欠债啊 你交给别人健康 你怎么面黄济瘦啊 不能让人有信心的 你要问 师父能不能 交给我们赚钱 能啊 师父天天在交啊 三种不识 头一个财不识 你就能得财富 师父老人家一辈子 从来不伸手 向人要钱 师父告诉我们 宁死 不向人要钱 就这么一位老人家 德高望重 前不久 斯里兰卡 总统批准 亲自来监督 要成立 斯里兰卡国的 隆习佛教大学 培养全世界佛教人才 谁倡导的 老法师倡导的 跟总统一说 当时就答应太好了 他真听话 他知道那是为他好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民族好 万民拥护 见那么一所大学 需要用钱 师父老人家 头一个捐款 因为周围 常常有人 见到师父 供养一些钱 师父 不拿他盖庙 一座庙 没盖过 八十八岁的 佛门大德 一片瓦都没盖过 不盖庙 干什么呢 搞教育 把这些钱全部捐赠给 斯里兰卡 龙喜 佛教大学 你们猜 捐多少钱 一个一 真有钱 师父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所以他老人家 交给你财富 得到财富 你能不相信吗 那不是师父要的 他人家给的 供养的 这有钱 而且师父老人家 是真无私 你看看 多么的微妙 师父告诉我们 你越放下 越肯不失 不失自己的钱财 帮助穷苦人 弘法利生 你说我钱少 那你不失你的体力 去做工 那才不失 做义工 得财富啊 换句话说 你在财富上 不会贫困 不会缺乏 他自然就会有这个果报 这是佛经上讲的 师父老人家 多少年来 每一年都往外 捐很多的钱的 这些钱 师父讲 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反正都是人家 释放供养过来 不缺钱了 但是你仔细观察 师父 他老人家平时生活 兜里一分钱没有 为什么 不需要 需要的时候 你要多少 要一个亿 他一个亿就来了 这给我们视线的是大自在啊 我们苦啊 经常会到家里把门锁上 在屋里把门房门锁上 把那箱子打开 然后再拿出来一个 一个小木盒子 小木盒子打开 里边还有小木盒子 再打开 里边放着你的存值 摸一摸 我有这些钱 再给它锁上放回去 在那张望张望 看看有没有人发现 我们过的日子就这么苦 师父身上一分钱没有 想要钱的时候都来 视线的是自在 哎 你想不想过这处生活 真正最伟大的导师 在生活当中表演给你看 做给你看 八十八岁的人 皮肤像婴儿一样 见到的人 还有人说像流利的 透明 晶莹剔透 永远欢喜 身体没毛病 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 你老人家血液 相当于三十岁的 印度医生检查 师父住香港 到澳洲去检查 以换句话说 老法师 他老人家血液清澈的程度 健康的程度 比我们都好 三十岁的质量 我们都四十岁了 比我们还好 你要想得到健康 能不跟他老人家血吗 他做出来了 真是一个面黄即充 经常吃药的人坐那给你讲 怎么得到健康 你会听啊 全世界的政要 到老法师 哎 哎 经舍 去请教 哎 到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去请教 斯里兰卡的过师 强地马过师 邀请师父老人家 参加一个国际活动 斯里兰卡国主办 哎 在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 有一个佛旦节的社会 强地马过师 坐着飞机从斯里兰卡到香港 把这个邀请函送给师父老人家 送完了就回去了 你听说过吗 就送一张请柬 坐飞机亲自跪在那送给师父 为什么 他们知道老法师老人家是宝 是归宝 可不能撒手啊 紧紧抓着呀 你老人家 你一定要帮我们的 所以师父 慈悲啊 有求必应帮助斯里兰卡 弘扬正法 建佛教大学 搞教育 培养人才啊 师父去那里 已经受总统邀请 两次在那讲经说法 说明什么呢 说明老人家的智慧无量啊 政治家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都来请教他老人家 有很多人是看了光盘 和谐整齐危机 现在改名字叫圣贤教育拯救危机 还有最近的人类如何面对灾难 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是挣钱 为什么 啊 这些光盘 都是师父老人家慈悲的答问 很多正妖 就是因为看了光盘 一拍大腿 说的太好了 就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哦答案在这里 找过来了 千里条条找过来了 这说话是几年前 我听说台湾的马英九 和他的班底 看和谐拯救危机 看了五遍 那里面有真智慧啊 如果说的不对 他怎么会这么多国家领导人 都都来请教问题 都来问 究竟圆满的智慧啊 师父老人家 学府六十一年 讲经说法五十六年了 在人类历史上 我们知道 只有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就是释迦布林佛 他老人家 在三千多年前 讲经说法 长达四十九年 一直到 圆寂那一天 师父老人家 学习佛陀 以佛为榜样 学佛吗 本师吗 自己的老师吗 现在超过老师了 讲经说法五十六年 人类历史上绝无极有 只有这么一位 让我们遇上了 所以 从民事受戒 专心不犯 要换心的 我们要把自己的执剑换下来 换成佛之佛戒 佛经上的话不好懂 怎么换呢 老法师讲的好懂 原理原则符合经教 佛陀在世教导后人 一法不一人 听老法师所讲的和经教 是不是吻合 完全吻合 好了 我们有腐烂 老法师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他老人家什么观念 我们就什么观念 这不就行了吗 最重要的是 专心不犯这个专 什么意思 你要有一个老师 不能俩 专一眼 三字经教过我们 交之道 跪一专 不能砸 这个老师也很好 那个老师也很好 六十多个老师 你肯定学不出来 跟各位讲 俩老师都不行 就是一个老师 这是 中国自古以来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 大家都很清楚 师诚 你有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 你就能成就 所以我们今天讲 缺乏弘法人才 没有老师 在演博士讲经说法的去啊 在教室里 课堂上带孩子的那些班主人 那些老师 学校老师 师资啊 也没有啊 现在我们是 一四年了 新年了 我们总要 做长久的打算 没有什么 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 没有什么 比发心自己来做 更重要的 这个事业 需要发大心的人 终身做这个事情 我做的 很不好 我很惭愧 但是我愿意 用我自己的一点体会 跟各位交流 我刚学佛没多久 在二零 零六年 零五年 接触 师父老人家经教 零六年 有福报 有姻缘 第一次 见到师父老人家 那是在杭州 师父参加 第一届世界佛教的台 当时在场的人很多 我们还有佑像 其中呢 陪我一起去的 是陈小旭夫妇 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坐在那个地方 师父啊 开场就讲 说现在如是道 最缺的就是人 最缺的不是钱 不是别的 是人 弘法人才 急需愿 师父就劝勉在座的各位 希望大家 做全职一共 那是师父跟我们说的 第一段话 做全职一共 我从那个时候起 就听师父的话 做全职一共 一直到今天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从零六年的元旦到现在 整整八年了 我有个什么体会呢 人能够终身做一共 是自己的福报 第一个烦恼少 身体还算健康 烦恼少了 正如佛陀所教 来 智慧就增长 人生在世 不过几十年了 为什么要去过那种生活 当我们看到 那么多人 病好了 学佛了 病好了 我们洪耀传统文化 看到要自杀的人 不自杀了 打骂父母的 给父母磕头洗脚了 要离婚的 不离婚的 已经离婚的 复婚了 我们感到无量欢喜啊 人的一生 还有比这个更伟大 更有意义的事业吗 大家知道 我原来在中央电视台上班 做主持人 做制片人 白颜松 王志 这我们都是同事啊 老同事了 我后来不干了 不在电视台里做事了 做义工 大家看 我也没有饿死 尤其是我发现 做义工之后 我能帮助更多的人 而且我还能帮助动物 你看我们做的光拍 为什么不能吃它的 保护动物的 我们做了很多 保护动物的节目 保护环境 保护人心 将来 我还希望 我们能讲古兰经 能讲圣经 让天下 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 都能够深入自己的经典 做 最好的 和平的使者 这是师父老人家教我们的 这一生你说得多好 八块钱的布鞋我还穿着呢 每天的衣服 总是这样 走到哪里 不以这些为羞耻 他有名牌我没有 自得其乐 师父常常告诉我们 要过什么生活呢 与人无争 与世无求 做义工 做义工多好啊 常常有人问我们 你生活怎么办 我想我是有发言权 因为八年了 八年没有出去赚钱 生活怎么办 你根本就不用操心 就过得挺好的 实话 浙江这个地方啊 好人多 善人多 看到我们在台上做汇报啊 那天我第一场跟大家讲 我说我这手机一块钱的 八块钱的布鞋 我也没饿死五年了 你看我还捐了不少钱 这个我没有任何单位 给我开公司也没饿死 那有人看了之后担心了 你看 十二万现金 捐给我 很感谢啊 好像是一个叫季语的老师捐的 他带一个企业家捐 十二万现金很沉重啊 沉甸甸 宁波父老乡亲啊 啊那个 你看 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论坛举办在全国各地 五十多场了 不收一分钱 不要钱 要钱就不在这干这个了 所以这个全部捐赠给主办方 我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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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论坛有道德 跟钱没关系 啊 所以有人如果 在外边打着我们的旗号 收捐款 那是假的 我们不要钱 你拿钱干什么呢 做光盘 就很好了 真的是啊 这个世界 现在大家 对人没有信心 对人没有信心 没有什么信心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什么呢 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免费的论坛 有免费的午餐 还能吃四天 还有不要钱的这些义工 还有不要钱的汇报团 真有啊 我们这四天就证明啊 你不相信 你来看吗 真的是免费的午餐 所以感恩主办方啊 给世界做出证明啊 嗨 我所住的房间 没有值钱的东西 一件都没有 只有书啊 这种生活 论语头一句话叫 学耳时息之 不亦悦 悦是喜悦 由内往外 叫做悦 从外 从外边来的 那个叫乐 发音不一样 意思不一样 有朋自远方来 自己的同修道友 从外边来了 不亦乐乎 那是外边来的 学耳时息之 跟外边没关系 不亦乐乎 那是从里 往外发出来 他 与事无求 与人无争 自己在房间都很快乐 你看有的那个人 你不让他愚乐 他就要死 很苦啊 所以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发愿 为了这个事业 为了 民族复兴 你出来做老师 做义工 把人都叫好 无上伟大光荣 多好啊 你爱别人 别人一定爱你 你不要担心自己的晚年 不要担心 会很好 没有说这个人爱人 爱了一辈子 最后他完整很凄凉 那不可能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师父常常讲 要把自私自利放下 五欲六成 贪沉迟漫 明文力啊 统统放下 头一个就自私自利 不要老想着自己 所以我们把这些体会告诉给大家 新年一时 什么意思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出来 缺人的 只有发大愿心 我们才能够实现 我们嘴上说过的话 为往胜积决学 真的要断绝了 前不久 我看同学们的 看一部老电影 在烈火中涌上 赵丹余兰 这两位老前辈 他们演的很精彩 江姐的故事 很多人看了还很受感动 还流眼泪 那些先烈 他们那种精神 令人感动 真正叫宁死不屈啊 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信仰 我们先不讨论 就说那种精神 你看 江姐的丈夫 被杀死了 人头挂在城门口 他作为妻子 看到了 墙忍住泪水 他还劝周围的人 不要难过 江姐 江姐 在亲人的面前 你要哭 你就哭吧 啊 妈妈 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 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 所以我想起一句古话 杀身成人 那个年代人们 他有这种精神 那应该是在四十年代末 如果说 那些牺牲的烈士 算起来年龄的话 五六十岁也好 四五十岁也好 他们都应该是在 1900年左右出生的 那算着干什么呢 都上过四处 受过传统文化教育 知道杀身成人 所以那些历史 怎么来的 小时候都受过好的教育 受过孝涕中心 礼仪廉耻 受过的教育 他们不是凭空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讲 哦 这些先烈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我们小时候听不懂这话 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呢 他们是在 民国初点 甚至更早出生的 他们受过 五伦八德的教育 所以他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现在的党员 为什么没有了呢 为什么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 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道理就在这儿 真的是 刀架在脖子上 生死关头 你现在去看领导干部 党员 还能不能像过去那些先烈 视死如归 还有没有 为什么做不到 校提中心理一廉耻的教育 没有了 所以我们总说要学 学 效果不张 为什么呢 基础 基础没有啊 他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所以 师父常常讲 教育是最重要的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 明末清初 或者说历朝历代 王朝更换 上一个朝代的人 很多宁死不虚啊 我们看那个明移民录 记载很多 他真有气节 气节何来呢 就是圣贤教育 一三年 我在北京的 一所大学 黄埔大学 见到了 八路军总参谋长 左权老将军的女儿 七十多岁 他也来听传统文化的论台 这老人家讲 说我对传统文化不了解 我说 不是 我说您 其实对传统文化了解 不但了解 您的老父亲 亲身做到 左前将军 跟日寇作战 战死沙场 英勇无畏啊 英勇无畏 就叫 威武不能驱啊 那是大小 大忠 这不都是 圣贤教导的吗 武伦巴德里的东西吗 没有这个精神 好人 你找不到 所以我们 看到烈火中影声 这些电影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这些历史 了解 这些烈史 他们之所以 成为中烈的原因 台湾也有中烈词啊 凡是在抗日战争中 那些保家为国牺牲的 那些将士 永远在中烈词里 享受后人的祭祀 所以中烈词头一个就是 巴德里的最重要的中啊 中是从哪儿 中是从孝来的 古人常讲 忠臣出于孝子 千古没有改变过 所以你想找国家好的领导 好的官员从哪儿找 从孝子里去找 现在不好找了 为什么呢 孝道的教育没有了 孝涕中心 这种巴德的教育没有了 五轮的教育没有了 皮脂不存 毛浆烟斧啊 想要好人 得不到 那就要知道 好人是怎么来的 师父常常讲 好人是教出来的 三字经告诉我们 人之初性本善 狗不教性乃千啊 教是好人和坏人的分界点 你总教他 他就永远保持 人之初的那个本善 你不教他了 狗不教 哎 姓乃千 他就改变了 他就变成坏人了 所以这个教 教育 他是好人和坏人 好的社会和坏的社会 国家新生和国家衰败的分界点 国家 社会 哎 这都是很空洞的一个词啊 必须 我们要明白 必须要有好人呢 有好人才有好社会 才有好国家嘛 好民族嘛 这我们就听明白了 人是最重要的 哎 所以 我们今天是新年和辞 我们就盼望 我们中华民族 炎黄子孙 能有更多的 好男儿 鼎天立地 大丈夫 能够站出来 为了这个事业 为了 世世代代 让圣贤教育传下去 让我们自己的祖国 让全世界 永享太平 你就为这个 你能够奋斗 舍己为人 过去那些先烈都做得到啊 你为什么做不到呢 不都是中国人吗 按理说我没受过这教育 那就学吗 学了你就能做到 为什么 人性本善 你的人性里本来就有孝体中心 你能做到啊 而且会比他们做得更好 前一段 有的地方 我听说 有的那个义工 做了几年义工 哎 不做了 回家干什么 回家要结婚 来告诉我 我说也好 结婚也好 所以我就祝愿他们 真的成家之后 你所生的孩子 你不能长久的学 让孩子长久的学 也可以啊 说实在话 如果这个做父母的 是为了赚钱 孩子很难会走这条路 这实话 我就想起来 烈火中永生这部电影 那个时候 那些烈士先烈 为了 自己的信仰 为了那个事业 抛头颅 撒热血 誓死 如归 人家做到了 现在呢 不结婚都不行 有的人就会问我们呢 结婚难道不对吗 对 结婚对 但是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传统文化 在存亡寄绝之际 眼看着要灭亡了 这传统文化没人继承了 在这么个时候 它是民族的命脉 那么和三四十年代 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 那个时候也是民族威王所在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命脉威王所在 更关键 我们中华民族 难道就不该有一批 一大批 知识人人 我这辈子不结婚 舍小家 不光是为大家 你是为了万代呀 为了天下呀 说我先暂时不考虑 我先做这桩事情 这还没让你死呢 还不是刺刀对着你呢 说必须把你这个牺牲性命 不是啊 就是为了这桩事业 你能不能发出怨心 来做 这难道是哪一个人的事情吗 这难道是给哪一家在做事吗 是为了这个民族的命脉 能够新火向船 往下船 要后继有人 对 多么伟大的事业 男子汉 大丈夫 有学性 师父老人家 讲经说过这句话 是条汉子 对呀 不是条汉子 你那个大孝 大忠 大勇 你就做不出来 所以真的 这个民族命脉要想往下船 必须得有人人之士站出来 来弘扬 来继承 舍己为人 啊 你说他没结婚 哎呀小事 他这辈子来来做大事业的 我们见到了 要赞叹 要感恩 你给他磕多少个头 都不过分 为什么呢 他是来帮助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脉传下去的人 多么伟大 啊 可了不得呀 所以我们要鼓励 哎 我们要赞叹 真正能够发心 从事这个事业 而且是终身的 永远不退心 这个事业 才真正能够一代一代往下船 你干一半不干了 哎 好可惜啊 哎 我们还要知道 说实在话 师父常常讲 你真的舍己为人 师父说 那是真正为自己 我们能不能听得懂啊 这个话 这是佛法 微妙所在啊 为什么呢 众生和自己是一体的 为别人就是为自己 真正为这个自己 哎 那不是为大家 你执着 这个 这个才是我的错 换句话说 你真正的 为大众 为天下人 你那个福报太大了 全家人都跟你占光了 你千万不要认为 我把这个孩子舍出去 好像我全家人有损失 但是 你有大福报啊 这是真的 古人常讲 既善之家 必有于庆啊 哎 家里有大灾难 变成小灾难 小灾难变成没灾难 为什么呢 化解了 因为你做的善事太大了 你供养一万块钱 十万块钱不算什么 你供养了你的儿孙 就像岳母 在岳飞的后边赤字 叫金重宝国 也像孟母 孟母 三千 就是为了把孩子叫好 你看这两位母亲 一个 贡献了一个保家为国的 英雄 将军 孟母是贡献了一位 圣人 两个都伟大 孟母更伟大 他交出个孟子来 现在我们还在看孟子书 四书啊 历朝历代考试必考的 你说那他儿子 多大的功德富豪 所以我们大家要懂 不是吃亏 啊 你们这个家族光宗耀祖 世代 受人赞叹 那还了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孔子 在 孔府啊 啊 现在是七十多代孙 世世代代 哪朝哪代 那朝廷啊 哎 没有不封赏 没有不封赏 没有不感恩的 煽动 虚浮 我去我们看京剧看电影 杨家将 岳家军 他们家那个门口啊 皇帝 是做了最大的贡献的 所以人是低位的 啊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这是真理 所以我们到什么时候 大家都要想到 人最重要 现在这个世道 可怜在哪里呢 因盛阳衰 找个男义工 找个男老师很难 到处都是女众 尹盛阳衰 不是好现象 应该难中很多 所以 我们就特别盼望 从14年开始 更多的 人人之事 男子丈夫 能够 舍己 为人 能够 为了天下人的福祉 为了 圣贤教育 勇士流传 发大志愿 从事到这个事业中来 全世界各地的 人人之事 我们华人 都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家庭 要兴旺 人气旺 哎 门前冷落车马西 那不是好景象 人气旺 真难得 我们这个网站 我们这个网站 刚刚开通 一个多月 到现在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 在看 每天来浏览的人太多了 学不学的 他都来看 大家口耳相传 人气旺 这是 传统文化复兴的 瑞昭 那么说到最后 那缺人 那缺人 还缺什么人 现在尤其 缺乏的 就是影视人才 照相的 摄像的 是吧 编辑 记者 主持人 文字编辑 包括网络的 啊 这些工作人员 行家离手 这些技术人员 都缺啊 没人哪 所以 我们知道 啊 这些义工 终身为好 你真是干了 两三年 你 走了 赚钱去了 或者是 做别的 什么事情去了 退心了 哎 好可惜啊 拜拜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盼望 普天之下 能有更多的 发大怨心的 这些 父母 家人 这些年轻人 能够从事到这个行业中来 无比的伟大 他的伟大 绝对不次于我们刚才讲的烈火中永生的那些烈士 他的精神都是一样的 就是 尽忠 为国尽忠 为了圣贤教育 能够传承下去 为了这个民族 能够永远不灭居 四大文明 现在就剩我们的一个 永远不让它灭居 这是最伟大的忠心爱国 大笑啊 啊 那么 新年一时 我们在这里 还是 祝愿大家 啊 能够 苟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 每天 都是一个新的自己出现 过去的毛病 都去掉了 天天不离开 圣贤教导 不离开网络 不离开师父老人家的经教 学佛的人 阿弥陀佛 不能离口 不能离心 我们相信 啊 我们这个事业 一定会 后继有人 一定会 兴亡发达 好 我们今天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公请各位肃立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 感念 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 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慈悲教会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滋滋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天地君亲师 恩德永不忘 感恩 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诗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喜新一行 国亦秋聚,迷不谋化 天下和顺,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灾历不起 国风民安,兵戈无用 崇德新人,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十吉祥 道夜早晨,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